当日常琐事困扰心灵时 平常心变成为心灵的解药 这个主题以平常心就是道为核心 只在引导听众在纷繁的生活中找到平和之道 想象一下 每天早晨醒来 你是否感到无尽的琐事包围着你 工作的压力 家庭的琐事 社交的纷扰 形形色色的事物如潮水般涌来 但是 如果我们能够学会用平常心面对这一切 生活或许会变得更加轻松 愉悦 一 工作与事业 我们都追求成功 但过度的焦虑和对结果的执着 往往让我们迷失在竞争的浪潮中 平常心教会我们 成功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在成功与失败之间保持内心的平静 通过分享成功与失败的亲身经历 听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平常心的力量 二 家庭与人际关系 家庭是情感的港湾 而人际关系则是社会的缩影 平常心让我们在家庭中更理智地沟通 更包容地处理矛盾 分享生活中的家庭趣事和人际关系的成长 能够拉近与听众之间的距离 使演讲更具亲和力 三 生活杂事 日常的琐事总是不觉如履 但如果我们能够用平常心对待 生活或许就会变得更有趣 通过娓娓到来一些平凡生活中的小故事 使听众感受到平常心的魅力 激发对生活的热爱 在演讲的结尾 可以总结出平常心的重要性 并鼓励听众在日常生活中尝试运用平常心的态度 或许以一句简洁而深刻的话语作为结束 留下深深的印象 通过以上的安排 演讲将更具吸引力 能够引导听众深入思考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平常心 使其在演讲中获得实际的启示 希望能和大家共勉之